淘气的猴子 今天兔子和舒飞一起下棋 兔子说,舒飞,你又赢了,你真厉害 突然有一个东西从树上掉下来 兔子问,那是什么?舒飞说,我不知道 咚,咚,又有东西掉下来了 舒飞说,看,这是香蕉皮 接着,又一个香蕉皮掉在舒飞的头上 舒飞喊道,天啊,好恶心 猴子说,哈哈哈哈,真好玩 这时,猴子不小心跌倒了 兔子和舒飞赶紧去看猴子 舒飞问,猴子,你还好吗? 哈哈哈哈,我骗你的,我没受伤 兔子和舒飞笑了 虽然猴子很淘气,但是很搞笑 他们做了朋友,然后一起玩耍 这时,猴子踩到香蕉皮,滑倒了 兔子和舒飞坐在猴子身上 兔子问,你还没说为什么你乱扔香蕉皮? 猴子说,我吃完香蕉 不知道该把香蕉皮放在哪里 舒飞说,但是乱扔香蕉皮是不对的 看,你滑倒了吧 舒飞说,我们一起把香蕉皮给捡起来 然后扔进垃圾桶 猴子说,谢谢你们,现在花园好干净 我请你们吃香蕉皮,好吗? 我请你给您介绍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专心